五蕴赤胜苦来得太厉害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五蕴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十五蕴 这五蕴 蕴就是覆盖的意思 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 就被这个色受想行十身心的虚幻的境界给它覆盖住了 这个五蕴它就烦恼 以致烦恼就冲动 它的行为就造业 就像火在内心燃烧 没有一刻的停止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浮躁的时候 这种五蕴之苦就越来越厉害 大家欲望都很大 大家都有攀比之心 大家都要追求成功 他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平淡一点 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福报 他不考虑这个 别人买了奔驰车 为什么我不能买 别人弄了个别墅 我也得有 他要得到这个欲望 但是又没有这个福报 所以一天到晚处心机率要想这些 到了晚上就睡不着了 就失眠了 失眠也是很痛苦的 一把一把的吃药 就形成药物依赖 现在人的失眠率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了 为什么这么失眠 五蕴赤胜苦来的太厉害了 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追求成功 没有几个人安于平淡的 那么赤胜到极点他就容易自杀 容易的种种精神上的疾病 忧郁症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五蕴赤胜是八苦当中的因 前面的生老病死 爱别离 怨增惠 求不得 是他所遭的果报 所以娑婆世界的苦苦海无边 如果要算起来那比横河沙还多 只是概略的用这八种来概述 来含舍